玻利维亚的拉巴斯主场海拔3600米,阿根廷队在这里的历史战绩并不理想,拥有高原优势的玻利维亚开场第11分钟便取得进球。 马丁兹为玻利维亚首开记录,这还是马拉多纳之教阿根廷队以来遭遇的第一历史球。 阿根廷队此前排在南美赛区的第二位,而玻利维亚紧列第八。 第26分钟,高塞雷斯为阿根廷队搬平了比分。 然而八分钟后,阿根廷队防守失误送给玻利维亚一个点球。 波特罗一蹴而就,帮助玻利维亚再次取得领先。 上半场结束前,罗萨将领先优势扩大为3比1。 一边在战,波特罗延续自己良好的状态,第54分钟,波特罗将领先优势扩大为3球,而落后的阿根廷队却雪上加霜。 迪玛利亚在第64分钟被红盘罚下。 第66分钟,十人应战的阿根廷被波特罗抓住机会再下一城。 这也是波特罗本场比赛攻入的第三个入球,场上比分变为5比1。 第87分钟,托里科将比分锁定为6比1。 马拉多纳遭遇上任来的首场失利,而阿根廷队以19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。 完成了。